哈喽各位学生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厅当一见 没错 今天又是你们最喜欢的万川渡人 开局一套一个勘探员 这运气也是够差的 还敢吸我 这家伙居然知道剩的实体刀 有点东西啊 直接吃一刀拉到小木屋了 这次我带的是底爬一刀 这个小木屋无线绕 我就很伤了 无情得板刀 好吧 空了 难搞呀 你这看待遇也太能跑了吧 给我躺着吧 居然是隔箱雾刃 有点东西啊 这个雾刃的判定真是越来越迷了 走 直接带你去地压室坐着 又开始了我们熟悉的地下室首饰环节 有耳鸣了 会从哪边过来呢 嘿嘿 看到脚印了 小医生 看我后撤的雾刃 嘿嘿 看你这下怎么救人 跑得还挺快的 看我蓄力道 震射 nice 好把医生挂上另一张椅子 然后继续回去熟楼梯 看太阳人都快飞了 还没有人过来 又有耳鸣了 应该是入脸师过来吧 小机械师 可以啊 来来来 同一个位置 同一方圈 你又不是小医生 有庄园老友 你跑不下去了 小伙子 给我抖在这儿吧 好了 直接挂这边的椅子 一会儿呢 还可以闪现下来 打个落地道 又有耳鸣了 不知道是机械师的娃娃 还是入脸师呢 嘿嘿 终于有人从另外一个位置 走过来了 对吧 还会骗走位了 来来来 让你骗我走位 这雾到底是吃定了 看我闪现 没闪好 不过问题不大 给我躺吧 机械师你不救医生吗 说不定还能跑一个呢 机械师直接跑了 你怎么又回来了 现在才抢起救人 完了 好了 当然又一次凭借无情隔乡无人 达成凑齐地下室打麻将组合成就 溜辣溜辣